欢迎大家来到年高的玩具评测时间 那么今天为大家做一个比较简短的视频 也就是说这一款最近刚刚准备出货的X2Toys的通天小的配钱包 那么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说这是通天小原本的情况 经典L级领袖级的通天小原本的情况 那么接下来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让大家拭目以待 这个配钱包装上之后这个通天小真的是帅了很多 它这个配钱包最主要就是多了这么一把大枪 另外的都是零零碎碎的一些补件 比方说这个头部改成了就是说天线比较细的一种版本吧 把头部原来的头部先放在一边 然后还可以给它替换一种呐喊脸和一个普通脸 还有一种口罩脸 口罩脸应该是致敬行天柱的 那么这个就下次有机会再展示 这一次主要展示的是它一些装上了配件之后的一些玩法 它原来配的两把小枪呢 可以一把放在这里一把放在这里 这都是以前就知道的 最主要加上的一个可动性 一个是手腕 手腕呢有一个转动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脚 脚多了一个关节 它这个脚是基本上等于重新做的 它那个原本的膝盖板已经被我卸下来 然后呢 它这个大枪 我思来想的是 我只能想起来 它有一个出处 就是说它在这个漫画封面 一个特别版的漫画封面里面出现过 也就是说做了这么一个post 我可能摆的不是很标准的嘛 如果有朋友自己是深究一下的话 应该可以看得到 这把大枪可以说是整块配件包里面的精髓了 它做的分量十足 我把它拆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把大枪呢反正就是说 它最诚意的地方在于它一些螺丝孔全部都堵上了 这个我觉得是目前很多第三方都没有做到的 有一个做到了 PX吧 PX做到了 然后TFC当年的那个冲银销组合是要你自己堵上去的 大枪有一个变形机构 就是变形的机构 就是这样子 然后你再把前面的枪头拉出来 就变成了一把战锤的雏形 呃战锤的雏形呢 这个战锤比较特殊一点 就专门拿通二的这个导弹去砸人的吧 跟原来那个通二这个自己变的那个战锤方式还是有点差距的 那么我们将它东西脚下的东西挪开 我们来把它站站好 呃它这个在大腿根部后面啊 都有很多的那个叫什么 就是说偷胶的填补零件 可以说是很用心的一个地方 但是它可能公差计算的不是特别好 大家看到刚刚有个东西已经掉下来了 我们将它插回去 可以看到这个大腿 呃我将它 这样子看一下 这样子看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大腿已经补的差不多了 就最后剩三个螺丝孔了 这个螺丝孔就不补没关系 这一块把它补回去就行 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不够紧的话 可以稍微塞一点餐巾纸 刚刚好 然后这次我拿到的这个测评件 测评件它是没有那个背包部件的 也不能说没有 是那个上架忘记给我了 再还在它手上 然后那么我今天就 也不展示车型了吧 因为这个如果说要把背包补上的话 还要再展示一下车型 那么今天就不展示车型 主要展示一下它人形玩法 呃 为了可动性的 刚才我是把那个肩膀稍微拉出来了一点 把它补上 这边也一样 哎 这个肩膀不舍 怎么回事 扯给你来一下 啊 都补回去之后 我好像听到我那个东西 就掉下来的声音 再把它补回去 我今天是懒得弄餐巾纸了 明天再说吧 呃 主要细节在后面 多了两个这样子的喷口 你可以理解成 这个就是超级萝卜系列的那种喷口 那么现在新的脚底板上面也是有的 新的脚底板是连着整个膝盖甲一块弄上去的 所以说它这个连接键其实是在这个位置 可以看得到它这个连接脚底板的球关在这儿 这个球关的松紧度还可以 呃活动度也是比较大的 基本上呢 你的接地动作都是能做出来的 你比方说你要这样子接地 也可以说是站得蛮稳的 我们把画面拉到后面来 就是这个我现在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我没好好看说明书的缘故 我现在后面这两块红板是不能完全盖上的 只能盖到这么个程度了 不晓得是到底是为什么 可能是要稍微错开一点 怎么样呢 我不太清楚 反正就是说盖不太好 那么希望到时候正规产品能给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啊 手腕 可以说是这一块通天小最需要补上的一个东西了 拳头360度转没有问题 然后他还有一个稍微的往内或者往外的 这样一个可动性 这个可动性是做更需要的可动时候比较有用 然后呢 他这个手啊 他手指还分线了 手指的分线是这样子的 这两根手指就小拇指与这个无名指啊 无名指它是那个一整体的 然后呢中指跟食指呢是分键 然后就可以指出这个很经典的 这是什么啊指点江山的造型吗 我也没有试过 这个很像一个说书先生嘛 童天小说书先生 灯光打打好 或者说你可以当他是在做一个胜利的pose 耶 对吧 然后今天祝大哥最经典的那个 伸手指也可以做出来吧 对就这个这么个意思啊 然后呢 他这个手在手持大枪的时候有一个卡扣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手上有个洞 然后这个大枪上面有这么一个突起的物 突起物 它是一个槽 凹槽啊 专门插上去的 这样子可以很紧的握住大枪 摇一摇晃一晃 稳定性很可以啊 我难免借用一下有些人的话啊 那么变成锤子呢 还是要跟老样子一样 将它这两个导弹拿下来 这款冬天小其实在设计这个导弹的位置 我觉得是设计的挺好的 这样两块护甲翻起来的话 一点都不影响肩膀的可动性 大锤呢 你随便把这个东西插在两边 这边都可以 呃 按照 按照它那个XR的官方摆法 就是说有突起的这边握在手上 然后要将锤子朝这儿 然后砸下去 就是说导弹直接带出来的爆炸 这个设定我觉得蛮有意思 但我还是更喜欢这样子 就当那个战锤用吧 干嘛一定要带着导弹一起砸下去呢 呃 个人喜好问题 大家自己看着办 那么将它 战锤模式拿在手上 调整一下手指啊 这个手指有点难调整 OK OK 这样就变成了一把威武的战锤 棒子都可以吧 只能说这个设定了胜于无 那么反正它原本的两把枪也都保留着 那么你可以选择就是说这个只当做枪用 而那两把枪组合成那个锤子柄再用 那么今天这个人形就这样子介绍到这里 如果说最后那个东西补上了 我会再把车型再补一个介绍 这个变形过程今天就不演示了 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收看